天外天富裕公園 是不少人休閒運動的好去處 尤其每年洛宇松的季節 更是吸引不少人潮 不過有民眾因為走錯路 誤闖天外天堆放廢棄物的站置場 發現現場充斥了底紮 輪胎 彈簧床等廢棄物 所以說民眾就是等於說 誤入了我們這個站置場 你看那整個都是這個廢棄的 這個彈簧床 就是我所說的彈簧床山 實際來到現場 床墊底紮 彈簧床堆成好幾座小山 其中這一堆市政府委託民間 處理焚化的底紮 經過一年都還沒有清理 市議員何淑萍在議會質疑 廠商故意擺爛 在這裡市政府一定要追究永勝公司 你是跟市政府有合約在的 你這些東西是本來 就是在你的這個永勝的處理場 那你因為你說你的這個 你的機器要更新 那你也在去年11月也更新完畢了 那你是不是要把這個底紮山要運回去呢 那你並不但沒有運回去 你還把你的機器運到這裡來 就地的分解 就地的篩選 那你是不是就是要把這個天外天 這個垃圾掩埋廠當作是你的工作場所呢 堆成山的底紮不僅沒有運走 現在還有廠商機具在現場施作 何淑萍質疑廠商利用公家土地進行分類 去年2月你就發生了 那你環保局你一直不處理 而且還一直替這個 這個廠商來說話 尤其是你發現他底紮山到這個現場 然後他的設備更新已經完成了 而且他還不叫他遷走 而且還讓他就地的分解 不過市政府環保局回應 抵詐因為法令變更 廠商提出了計畫 申請暫時堆放在緊急的站置區 相關的處置都符合法令規範 整個的廢棄物處理 依照廢棄物清理法 本身主管機關本來就可以指定地方 依照廢棄物法來指定 所以他在環保局的指定的場所 進行後續的一個處理和處置 本來都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的一個規範 那後續的這樣處理完畢的東西 也經過檢測合格 未來可以來執行相關的一個再利用 那這裡就是因為廠商有出動 所謂的一個機具的一個部分 以後續處理費的一個計價 那我們再尋尋相關的一個 當初契約上的一個 合約上的一個計價方式 然後再付給廠商相關的一個費用 至於路標不清楚 容易誤闖 環保局強調 富裕公園和緊急站置區 有不同的出入口 中間也有阻絕的門 也有明顯的指示 避免民眾走到站置區 記者黃少鳴記用報導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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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